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虽然好多不在 但是大家看到我们现场空着几个座位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重量级的飞行嘉宾 接下来是场乐揭晓时刻 我们今天有请四位导师 季强总 婉婷总 罗飞总和秦琴总 来 有请四位 你好 你好 婉婷总 你好 罗总在这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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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对你们很熟悉 不用介绍了 都很熟悉 对 马东老师熟悉20多年了 自少了 20多年了 我这个岁数小 您这个 要不您是长辈 我们已经在这做了今天第十一期了 然后终于把四位请到了我们这个现场来 然后就给我们揭秘一下 你们在整个真身秀里边的那种感受 首先您知道我们怎么称呼您吗 听别人转述 对 鸡枪走 参加节目最大收获就是竟然还得到一个意名 还是马东老师亲传的 您觉得就在贵公司这个名字传开了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至少我知道在叫谁 大家开心就好 你好像有你特别针对他的那个选手 这一听就说只好 对 其实你越关注一个同学 你就往往越爱说他 是 其实我是反正特别喜欢只好的 我之所以第四间选他 也是这个考虑 我就觉得他有特点 我特别喜欢这种有特点的人 而且到最后我竟然能理解他的幽默感 那到底是您在进步还是他在进步 我在进步 发现后面其实你也不太说他了 后来越来越自然了 我们也没必要说他了 好 然后余总 您也是一个爱赠分明的人 咱们不说赠 您的爱就是非常分明的 就是 有这个明显吗 能看出来吗 对 不知道是哪个零音鼓 这是第一感受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可能对他的简历就已经一见钟情了 他们一直说我是看颜值挑的他 我必须要说一下真美 明显谷的颜值1分到10分 您给打几分 8.5分吧 那您给佳伦打个 5分吧 佳伦我觉得他的颜值一定是往顶格走的 是的 谢谢 余总那您受累 您给忽兰的颜值 太坚了 这真的受累 太坚了 就是无论您受累 无论如何要打一个 长长眼 忽兰征服我们的应该是比颜值更高的点 而是他的才华 当然了 当然了 我们都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请您还是给他的颜值打个分吧 那我觉得无论如何可能告不过佳伦吧 是吧 佳伦是顶格 对 他就是顶格点0.5分 佳伦哭了 没有 最难受的是佳伦 不是 我再想一个问题 假设顶格是10分 忽兰比我低0.5 林英国可是8.5 对 那就是你已经胜过林英国的颜值 因为你有才华加分 对 就是林英国的才华也加过你 你的9.5分里面才华加了8.2 我就有1.3的颜值 罗飞总 这几个孩子里你最喜欢谁 那肯定是慕兰和世杰 对 那在这两位之外最喜欢谁 最开始就是小苏了 对吧 小苏 那一瞬间有的 我后来我看那一期的时候 哇 失落有这么明显 人的那个外在的那个东西被记录下来是没法回头看的 但是我觉得罗飞总不会放在心上的 当然没放心上全在脸上的 因为本身我跟罗飞总在工作当中交集就非常多 而且就即便是小苏后来做我的学生之后 也依然跟罗飞总有很多的互动和交流 所以这个其实并没有说 他选择了我就跟罗总划开界限了 完全不会 那要是反过来 他当时要是选择了罗总 你大概就不会 这个我不确定 我觉得我当时非常确信 小苏肯定会选我 原来金融机构这么复杂 谁可选了 这一集感受到了吧 什么叫真正的直肠 我想请问各位导师 其实我们一直在这念头 说其实这几个孩子太不容易了 就是我们说的这些考题 即便是对他们这样很优秀的实习生来说 是不是都还挺艰难的一个题目 没错 我觉得这个艰难程度 就是他们有一集是甚至好讲的 就是说每一天都想做期末考试 就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要求太全面了 就是因为我们是各个维度去考察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五个象限的考核 所以我们也不能要求说一个人 他所有的象限考核都能够特别完美 我们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题目 比如说像我 我立的那个并购的那个环节 不要说对于他们 我觉得对于一个正式员工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要求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过程中 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话说回来 我问过他们 你们怀念那一个月吗 非常怀念 当然了 其实那一个月是给他们加速成长 好 那我请你们四位来 来跟我们一块看看 大家体会一下坐在这看片子的那种感受 来 我们接着往下 他们要出去玩 你来我们要做什么 吃东西 猪扒包 你们敢跳澳门塔吗 我想上去走一天 来 我们是不是到了 我不要给你 小胖 这还有蓝球 天哪 没有 看到人家跳的视频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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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跳 你们好多比跳下去还要紧张 我要玩 来 谁陪我一起跳 这个真的不敢 我真的腿软 这怎么可能跳得下去 我这个还是蛮高的 你跳过吗 我蹦过但没有这么高 我不敢 你感受一下 高飞跳 笨猪跳是什么 笨猪跳就是笨疾吧 我好可怕 你们想跳吗 我想 两百三三要跳几秒 四秒钟 他在乎的是跳几秒 对 他在想他难受的时间有多长 人家应该跟他说一般是四秒会瞪住 如果瞪不住就几秒都无所谓了 没有问题 这个跳蹦极了 我要空中漫步 我要空中漫步 我觉得这个还行 我们都先玩一个那个 空中漫步吧 空中漫步 对 来分组吧 哪些人要蹦极来的 这样吧 就是八个人我们分四和四 比谁走得快 然后输人的队必须要有人去蹦极 不要 你们两个分开 我点名要这个飞行员 为什么你有权利可以点名要人 来谷哥你点名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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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选这三个 好吗好吗 我怎么突然被选上了 我就不用跳了是吧 好 肖鹏来加油 好 楠楠加油 楠楠加油 是一个一个跑对吧 我第一个 这也很吓人 我的天 我就腿软了 有点害怕 这还挺恐怖的 好了可以了 开始了 开始了 看一下游泳几秒 加油 这一步没跑稳 就相当于同时也蹦极了 开始计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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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吧 灵火加油 跑起来了 好快 我觉得前面的摄影老师好不好 对对对 我觉得摄像老师真的就是一边跑一边回头拍 这也太厉害了 可以 好快 我们赢了 他跑多少 三人三秒 就这样 就这样 你跑起来就快了 我肯定比他快 老师你可能要稍微跑快一点 楠楠加油 这个封楠是个厉害的 是 是 我要的 这是几次我前进 像风一样的女子 封了吗 你哪里是封了 来真的 我现在把绝带了 一直封了吧 他直接太赢了 没抓 都疯了 他跑的平骨很快 平骨不快 平骨抓着什么人跑的 25秒 25秒 竟然超了8秒 他真的好快 他跑到15秒 这个心理压力有点大 好 我们要快点跑了 我要热一下身了 不是简直问题 你太牛了 南姐 南姐 你比鸚骨好 你太牛了 你比鸚骨还快8秒 你太猛了 没有 我都不知道计时开始 我要扣几秒 我都不知道怎么在开始计时了 真的 你上次的时候你不是怕吗 这还好 你知道你抽的有多快 这是我本来想跟你跑一下 我在里面都跑不了 这很快 太热身了 这比鸚骨快还慢 不知道 慢来 慢点 加油 加油 跑步 加油 不就是跑步吗 加油 能不能再帮我检查一遍这个东西 姐姐再帮我检查一下 这些都是紧的 没问题 我好怕 就直接往前看 你想想 你这个更可怕 还是蹦迹跑 更可怕 帮我绑紧一点 姐姐 OK 我手的右手 下去 抓住前面 Let's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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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他也会跑很快的样子 对 加油 好可怕 很酷 哇 哇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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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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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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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准 多少秒 24比我还快 慌了吧 没关系 没有林英谷30多秒在这里 林英谷心想我好想重跑一次 但我觉得英谷因为第一个跑 所以他那个就是 他要适应一下 他没标准 对的 对的 子健加油 好 跑 跑 好慢 他好慢 没有他应该是搅拌到了还是什么 我刚才鞋子差点掉了 那怎么办 没事 我整个人都是晕的 你24秒比我还快 我跑到后面我腿就软了 你都28可以 我很棒 我刚才一直 我刚才直接起来的时候就出来了 鞋子掉了是吧 对我鞋子掉了所以我等了一下 挺好看吧 好看 我不要看好不好看 是赢他 赢他 赢他快点 我们要优美的赢料 让你看看什么叫闪电侠 我要做这里最快的男人 我的名字是Barrietta 我跑得很快 我跑得很快 需要往后退 哇 这姿势 这有点波尔特的感觉 看看看绝对精彩 开始跑了吗 我要看 你看看 哇 哇 挺快 挺快 他腿长 他1米84了 他腿好长 挺快的 挺快的 我要做这里最快的男人 我们赢了 我们不需要跑 我们赢了 我们要赞不停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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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19秒 20秒 完了 完了 你觉得你可以跑多少秒 25秒一定就行了 人不能贪心 你跟我吗 对 好 加油快点跑 开始了 加油 也挺快的 他最后跑了 去看很平位了 他笑人家跑得丑 林英国 去看很平位了 去看很平位了 还笑人家跑得丑 比他还快七秒呢 林英国跑最慢 还好意思讲别人 我可以散步了 我觉得 那很平位赢了你 然后 我等会跑一个 20秒给你看 你不能跑了 你很棒 还可以 我是20吗 26 26 26 走吧 我们上去吧 你要是跑得比我慢 你就很丢人 我可能吗 其实还是有点可怕的 跑太快 那个就会震震震就 全部掉下去了 全部掉下去了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我害怕 加油 来了 开始了 加油 慕兰 加油 加油 慕兰 好快 好快 我觉得他要跑挺快的 对啊 好快 好厉害 完了 我们没了 我们凉了 我们没了 我们凉了 他多少 我们凉了 也是20多一点点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为什么 我不跳 你先随便跑就好了 我会比他们多快 要么我就掉下去 要么我就第一 不要这么拼命 还是第一 上次我没有拼命 的时候被老师骂了 我们秦总说 要做就做第一名 要不然就做最后一名 他很自信 所以他拿出我当挡箭牌 加油 好快 没累 好快 好快 这真的快 这真的快 哇 哇 已经跳过了 跳过了 跳过了 这下老师 就等着他 我拖了一个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好快 他把笑笑老师拖过来了 对面好快 对面好快 我拖了一个 那是什么东西 他太快了 这老师双脚悬空 走完了最后二十米 太快了 多久 多少 二十一 二十一 恭喜 恭喜 然后我们组要推许这个 Sam去跳蹦极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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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我这怎么能算 你跑了很快 他跑多少 二十一 不是 是二十一 错证的队伍是 恭喜 我们先说输的队 有没有人想跳吧 我 好 让你跳 爆出你的公斤数 85公斤 所以他只能自己跳 你们的队伍有没有还有谁想跳 我来 我跳 好 爆一下公斤数 四十斤 我 我185 然后65 你们两个刚好 好 就这样 那我们组呢 我有点 我有点不想一个人跳 要不要我们一起 好 弟弟跟我一起 好 弟弟跟我一起 有点恐怖 这真的有点太高了 真的放上去 看完上去 你看他好紧张 我们要走 我们要走 一会儿 很轻 但它已经不一样 好 好 好 继续走 快走 我快走 他还要跳 还要跳 停 停 我的天哪 我不要看 不要 你想说什么 说它现在吗 这辈子要平安喜乐 欣赏市场 三 四万个 四万个 天啊 我不要去 你看啊 我整个拍摄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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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好看 上掌乐财富通 乐巴专区 NPC为你揭秘幕后故事 哇 哇 好美啊 好棒啊 还有小汉堡薯条 我们先做吧 好 那我们随便做 先吃点东西 我 我觉得可以玩玩游戏 您好 玩什么游戏 玩当然了 怎么玩 怎么玩 就是 比如说我说韩冰卫 我说韩冰卫很漂亮 他必须要说当然了 如果他不说当然了 他就得接受一个惩罚 我们可以喝茶 惩罚喝茶 对 惩罚喝茶 对 惩罚喝茶 这样选吧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我们想出来的一个惩罚 或者是你 这个 可以 好 好 谁开始 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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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骨每天早上都迟到 我喝茶 你说的是假话 喝光 伊姆兰 你是不是一输就哭 不是 不是 什么感觉 什么 大了 大了 我错了 这些你是不是比我矮 站起来 凄凄胜负药 我一下子 你要把头发 坐下来 不要比 不能比 不能比 坐下来 不能比 天哪 不如不比 他比他是高的 他比他是高的 不能比 坐下来 很危险 谁到底谁高 肯定我 肯定我 你在说什么 只好 你觉不觉得 我们都觉得你智商高 其实只是因为你情商低而已 那当然 这个造商力太强了 因为觉得自己是颜值担当 这是开放性问题吗 那我喝 那你就接受我们的惩罚吧 最好 慢慢俯卧成功 好 力量美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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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你的服务相坐 还不是很标准 但是作为女生来说 已经非常好了 可以 女生我觉得 力力必须不够 我们现在换一个好不好 这上面每一个都有一个真心话的问题 然后你抽中那个就答上面的话 然后如果抽倒的话就有惩罚 好 非常简单 好 从那边开始吧 好 我上来就抽这么 这好恐怖 来 啥 我们看看 这么精彩 他脸都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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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念一下 我来念一下 念一下 给某个导师打视频电话 让导师唱歌 为什么脸脸就是你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这就是命啊 真的 现在基祥总 看他这事想不想 我应该睡觉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 关机了 你看 关机 看不怪我吧 我没说话 真的是关机 打给婉婷总吧 婉婷总 我觉得婉婷总是最好说话的 婉婷总 婉婷总肯定很开心看到我们 婉婷总 婉婷总应该吓死了 他觉得子豪怎么会 大半夜给他打视频电话 好 你等会我们 这是大概几点 11点多 谁 罗瑟 等一下要是我一打 他们全接了 你们是不是很尴尬 没脸 没脸 好想看这话 没脸 你给最后一个婉婷总打吧 如果打不通 那就再抽一个 那么多就抽到了 没有原本就是 喂 喂 喂 秦总你好 好 接通 我是申子豪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冷餐会 然后我们在玩真心话大毛线的游戏 希望您可以帮我们唱一首歌 这是我母音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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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录音会在旁边录的 没关系 您就进行唱就好 您会唱什么歌 我什么也不会唱 我们来一首简单的 两只老虎会吗 还有我的天 秦总好可爱 还有我的天 没关系 秦总好可爱 没关系 秦总 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要为我打call 因为我是为了您受审划的 没有 我可以唱两只老虎 为了不让你吵 来 请走两只老虎 好 好 一二三 走 走 两只老虎 好可爱 一直没有耳朵 一直没有眼睛 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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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感觉我唱错了 因为应该是没有尾巴 所以我就卡在那里了 你的歌词不一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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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 不答应了 你们见 拜拜 拜拜 为了不关注孙子豪 为了不给孙子豪打工 请走 是为了不让我受惩罚 谢谢孙总 谢谢孙总 不客气 来 你是啥 我这其实简单 八个人当中 最想吐槽的人是谁 我想亲一乡了 我最想吐槽的 那我吐槽林一鼓吧 那我吐槽林一鼓吧 你逃不掉 一开始让我感觉有点不可一世 然后我就有点 我就有点 我就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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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就有点 有点意思 我就有点想要吐槽 是不是 没有把当后面还可以 是不是 当然 好 可以 我觉得谁能拿到提供 激瘦 看他们杀死了 不会这么难吧 疯狂碍事 我会跟台阶伤 大家不要搞错 就穿花村上的男生 对 对 为什么 因为长得帅 对 因为长得帅 是谁 为什么 打电话 为什么一样 又是打电话 那你不就是 刚刚验证了我说的话 再加我打了 所以一下就通 对 对 对 要是你再把秦总叫醒 我看他怎么收拾你 我看秦总会不会收拾我 秦总说 敢打就敢收拾 是 俊欣给秦总打 秦总说 我还在工作还没睡呢 那有什么事俊欣 唱歌吗 我最拿手了 你们都去演戏吧 我想打给秦总了 但是他打过了 我们就不要再打了好不好 他罗瑟是吗 我打给罗瑟 吃瓜裙子 你好 罗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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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到侮辱 先问一下罗瑟 刚刚有没有接到孙子豪的电话 首先想问您一下 您刚刚为什么不接孙豪同学的电话呢 我刚刚正在研究这个四川的电话声音 懂了 懂了 不太控制入理 大家都明白了 所以就只有四川来的 就是现在我们在玩这个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就是我抽出来的这一根积木 他上面说就是我要打给一位导师 然后邀请我们的导师唱一首歌 对 那个唱天使 你们听过吗 五月现在天使 听过吗 好 你很主动 太好说话了 对 对 对 你就是我的天使 给我快乐的天使 甚至我学会了飞翔 你陪着人间的无伤 在动爱暂时暴躁 差不多了 太谦虚了 真的很棒 不愧是我的老师 好好好 那我们明天见 好的 好的 当然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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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珍同学请就位 来 可以 棒 除了自己的导师外 想跟哪位带教导师 还挺简单的 对 我觉得很简单 但我其实还挺好奇的 选季强总吧 原因 因为中期考核的时候 季强总给我发了一个 超级场的零课 对 饱含了对我的鼓励和安慰 然后我就很感动 虽然他不是我带教导师 但是对我也是非常的关心 你们一个一个点头点的 像你们收到的一样 都收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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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发光的你 精彩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澳门永利度假村赞助播出 永利以多元体验呈现澳门魅力 我们一个一个点头点的 向你们收到的一样 我收到了 你没收到 他被暴击了一晚上 我感觉 你没有收到 太尴尬了吧 他没收到 尴尬死了 来 太伤心了 这个真的很伤 你看今天紫豪 看着谁 你没有前戏大家看不出来 对 我先模仿孙子豪 你再模仿那个季强总吧 你模仿我 不认知识 那么接下来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殡葬行业的介绍 身子豪你先停一下 你这个声音啊 首先说一下你的头发 你这个头发 你这个人看起来就很忧郁 很忧郁你知道吗 你要把她的头发 是这样子 就可以了 是什么 完了 请评价一下四位老总 好 先从罗瑟尔开始 罗瑟尔很平易近人 行丁总 在更多的工作上面 其实更加的公平 然后更加的就公正 我觉得晚亭总 对大家就是更像朋友一样 所以跟所有人都可以玩得很好 好 对 季强总 就是不喜欢接她带叫的学生的电话 季强总肯定就是首先在专业上 以及她的学术上很好 好 恭喜 恭喜完全任务 好难 我想问一下 大家觉得自己五年或者十年后 就未来憧憬一下 会在哪里 十年之后也三十多岁了 对 小孩应该在上学了 然后希望有非常多的时间 带她去玩 我希望再用五年的时间 来找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工作 也是喜欢能有一个好的 生活生活平衡 我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然后会有喜欢的人 然后有了喜欢的人之后 会有我家的狗 然后把她接过来 这个 这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愿望 对 有句话说得好 她说你年轻时候遇到的人 就是这种缘分 会在你这一辈子 给你带来很多的惊喜 我觉得从就是这一个月相处下来 我觉得大家 酸甜苦辣都有吧 但是我觉得大家 还是感情非常好的 所以我相信五年之后 大家还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惊喜 五年之后我可能不太 就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形象 我会在哪里 不过我觉得五年之后 我们肯定还会再相见的 我觉得虽然我们可能之前也有小比赛 也有小竞争排名这种 但是我一直觉得 其实人生当中 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从头到尾 跑完这个赛道 也没有永远的竞争者 然后你只有一个人 会陪你走完这一生 那就是你自己 所以五年以后 我就是希望我比现在的我更好 我希望大家都能幸福 我觉得你已经很优秀了真的 我也真的是 你在我们里面完全看不出你是比我们俏的 对啊 我能畅想到的生活 就是我能买一栋大房子 这个房子的背后有一片草坪 这片草坪上面能够摆上帐篷 取代掉灯光的是星空 让我希望有一天晚上 大家再次坐在一起 回忆这段美好的时光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很美好 就我希望就是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就可以再回到学校继续工作成长 我希望五年和十年后 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业余的rapper 专业的好吗 我想成为rap star 那我先认领一号粉丝 谢谢你 我就统领其他粉丝 这需要帮主持人 不管怎么样 唱一首倔强吧 我们来一起合唱一首 作为我们毕业旅行完美的句号 好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 再就像我不一样 坚持对我来说 就是一杠克杠 我如果对自己妥协 如果对自己说谎 即使别人原谅 我也不能原谅 最美的愿望 一定最疯狂 我只是我自己的身 在我活的地方 我和我最好的倔强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 是不是天堂 就算失望 不能绝望 我和我骄傲的倔强 我在风中大声的唱 这一次 就自己疯狂 就这一次 我和我的倔强 不行 我看完了紫浩 刚刚那个加了solo的地方 自己加solo的地方 以后我听到谁唱solo 我都会唱solo 所以专业人士评价一下子豪的声线怎么样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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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逗了 您不给申子豪写信是约什么 这事我先给解释一下 这个不是不给他写 我觉得他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 已经不能用写来表达了 这都能往回原 还要去唱歌 真的是 我是专门找他聊了一次 聊完之后我想想就算了不用再想 因为都说了 所以就没给他写 其实是聊过了 对 其实季强总其实真的是非常偏爱子豪的 我觉得要说偏爱他 其实更偏爱子豪 这子豪我爱说他一点 因为他性格比较脏 就希望他能稳一稳 对 这疯男子属于骆骆大方 你只要稍微顺着他的劲往前走 让他从慢热变成快热就够了 对 所以这两种风格 不容易 当导师不容易 英才识教 在职场当中 什么样的人会被领导偏爱 我觉得这个只有婉婷总能回答 我觉得首先一定要靠谱 还有第二个我觉得能力多多少都可以培养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品格 就这个人我一定是要很信任 我觉得这几点 我觉得都是比较会让我偏爱的一个类型 然后个性上其实什么 就容忍度就会变得比较大了 我觉得其实金融行业可能 如果是能够八面玲容 能够去处理事情的 不要给领导惹事嘛 我把事情教育你 你不要让我觉得 我教育你以后会给我惹一身麻烦 对 所以就是如果能够帮到我 同时让我觉得很靠谱很放心的人 我一定是偏爱的 形容一个人靠谱就三句话 第一个做事用心 做人讲良心 相处放心 基本上就做到了靠谱 靠谱的人在我们这肯定是 大家是有所偏爱的 感觉职场上 其实每个领导都有自己偏爱的类型 但是小韩其实看起来在职场上 应该是那种比较讨人喜欢的 宝藏女孩的类型 她预示很冷静有任性 而且多才多艺 就刚才才知道她还会弹吉他 就那小的没有听够的感觉 没关系 我们这个节目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听小韩的歌 上掌乐财富通APP 乐巴专区 观看更多独家内容 小韩唱歌很棒 你可以去乐巴听 接下来是澳家华闪光时刻 疲劳减退 闪光加倍 澳家华用科技守护健康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上掌乐财富通 乐巴专区 观看更多独家内容 大家只要来四楼吧 现在吗 走吧 Let's go 谷歌走了 我见阳光好明媚 我好累 谁又不呢 感觉这几天做项目做的手都粗糙了 有什么correlation吗 你没感觉你做项目做的脸都 憔悴了吗 很绿的 做PV手都磨破了 我做PV做的我大部分都起了个茧 是真的 大家早 早 早 来 坐 行 我们今天可能就迎来最后一个任务发布了 相当于一个毕业汇报 我不知道大家啥感觉 我有一个感觉 就有点像终于迎来期末考试了 马上要放假了 结果家长说给你一本 私家作业 私家作业 这次任务主要是一次专题的分享会 它主要是5G时代的应用与投资 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呢 我们在服务实体的过程当中 金融和实体就是存此相依的关系 对吧 我们帮助经济转型了 我们帮助企业成长了 我们可能也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就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嘛 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相信每个金融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投资呢也是要面向未来的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其中挖掘出一些机会了 目前的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所谓的转型期吧 我们看到科技的创新和产业 消费的升级呢也是方兴 为爱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科技的力量正在改变我们的经济 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5G大家知道不仅仅是手机上的一个符号 它很可能就是改变我们整个经济和生活的最大一个力量 如果我们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封口 那对我们金融的行业来讲 绝对也是一次翻身的机会 我们这次为了让大家熟悉这个5G呢 我们专门组织了一次 中国应该是最领先的一家 5G的企业的高管的座谈会 然后会实地参观这家5G企业的生产线 其实我们很多导师都很想去 那可惜不给我们这次机会 真的我都把票改签了也没去成 我们今天下午两点钟 希望大家通过邮件都报一个5G应用 与投资机会的一个课题 阐述一点简单的一个理由 最后我们可能会筛选几个 在我们分享会当中呢 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希望大家也一起见证我们的学习的心得 也希望成为我们这次实习的一个高光的一个时刻 因为最后一个任务了嘛 也希望把大家最好的那个状态 最闪光的一个点呢表现出来吧 行了 那就这样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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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这个项目呢 大家还是重视一点 因为非常想展现大家最好那一面 明白了 考验心态 我就录个视频 然后剪个就稍微有意思一点的视频 你要剪一个什么样的视频 我觉得就是展示一下就武器的未来生活 然后就通过我们这种拙略的剪辑 我是专业做特效和剪辑的 我可以收钱 我一般收费的话是在三千到五千 回家吧 你要不是哪一个 我觉得智慧医疗挺好的 我也想去智慧医疗 那咱们一起智慧医疗吧 我想写写V一会儿 写两个吗 看一下 为了避免和大家稍微重复 我稍微改了一下我的构思的方案 没关系 我换了 没关系 你可以不用换 你换成啥了 我换成 5G时代下的智能识别监控系统 我还是讲 那个电动车五轮驾驶那些的吧 我比较熟悉 他说我们要几点发 两点 还有十八分 就是说我们可以推迟发吗 他说我要卷十发 我已经发送了 新年纪 各位同学好 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一位是咱们5G龙头企业的高级副总裁和首席战略官王翔总 也是在5G行业的一个专家 他在商业洞察和资本运作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有幸可以邀请他来和我们做一个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 也特别期待大家的一个精彩碰撞 坐吧 各位同学好 很高兴今天大家能在一起来聊天 我是在通讯行业多年的一个工程师 那也是第一次和各位年轻的朋友们一起聊天 所以我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聊 但在年轻人的角度如何看待5G 以及对5G有什么期望 也希望大家能够畅合一言 那现在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直接的来进行交流 王翔总您好 我叫赵峰南 您觉得推动5G产业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哪些 任何一个产业的推动都有它内在的动力 首先用户的需求是直接的动力 对于用户来说我们希望速率更高更快 看到的图像更清晰更逼真 那这就是一种需求 对工业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数字化 你有了需求如果不能有技术来支撑 那也是没有用的 那第三个我想还有竞争的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国家 在大力的推进5G 其实这也是希望通过5G这样的技术 改变社会 能够让国家企业 能够在新的一波技术浪潮中 取得一个更好的地位 所以我们想需求是拉动力 技术是推动力 竞争是一个触动力 我想那三个动力影响了5G的一个发展 好的 相总好 然后我是一木兰 然后今天我主要是想问一下您可能也是比较 作为开始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4G到5G 这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4G主要是解决个人消费者 在移动通讯中的各种需求 5G从消费者改变成改变社会 扩大了通讯解决的问题范围 除了这个需求之外 同时扩展了两个大类的需求 一类需求解决万物互联 那还有一个场景是解决工业的操作问题 比如说我们车联网 孟总您好 我叫林英谷 5G它有高速率电池广连接这几个特征 然后您也说它可能比较好的应用场景 是在车联网和公益互联网 那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短期最具体能够实现的 而且市场空间比较大的场景 您比较看好的有哪些 一种就是影响人生命安全的 在一些危险区域 比如说矿山通过5G来替代人 它产生的价值那是最大的 所以在这类将是一个比较早引入的一个产业 那另外一个产业就是物品价值比较高的 比如说飞机制造 一个飞机可能上亿 那在引入5G之后呢 它能够给飞机带来更安全 更快捷的一个制造的流程 那这种引入对它的成本的影响很低 但是对它的质量效率带来的争议很大 这个也是会比较快的实现 那我们从5G来看 从21年左右到22年 其实是一个产业成熟的初期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可能应用在很多场景上 它的成本过高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要对5G的应用场景 进行细分和裁剪 包括我们未来定义的6G 那6G中在真正的应用场景上 它的定力我觉得不一定会有大的突破 但是它更多的是解决空天协同的问题 解决覆盖的完整性的问题 那么从企业的角度出发的话 那希望资本市场能够从哪些方面来助力通行企业的一个更快的一个发展和成长 这个资本和产业的结合 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资金的提供者 更多的是通过我资金的渠道 帮产业找到更宽更广的 能够解决它在不同阶段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VC轮的时候更多的发现好的产品 你从A轮到B轮主要是解决我的产品成熟度的问题 能够快速的实现它的客户的量的增长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有关于您个人经历的一个问题 王总 我之前也是看到您是大概是97年的加入贵公司 然后就长达24年到现在 是什么让您可以把整个职业生涯24年都愿意 清新去为这样一个公司奉献 首先你到一个公司跟谈恋爱一样 都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 它的企业的特质和我这个人的性格特点非常接近 这样就容易产生一种共鸣 让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生活成长比较舒服 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不建议经常换岗位 你必须要在一个岗位做到足够好 但是也不建议一直在一个岗位 因为一直在一个岗位 会限制你的思维逻辑的方法 我们在这也是一个竞争 也是一个团队 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 大家能够获得竞争带来的一种快感 也能为未来大家在职业生涯发展中 作为一个伙伴能够共同的进步 也预祝各位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 能够取得成功 好 谢谢 有个小机器人 有个小机器人 还是要找最帅的 找一个你觉得最帅的人吧 太热情 你好 明明他自己操过去 5G智能制造基地 欢迎同学们来到我们车间 谢谢郑老师 我们这个工厂是用制造5G的理念建设的 生产就是我们大国重器的5G通信设备 所以说我们在进入车间参观的时候 我们需要穿上防禁电服 谢谢 谢谢 这个帽子我接受吗 这个帽子太小我脑也太大了 戴不下 感觉脑袋是不是洋风了 你好可爱 他好可爱 真的 天哪 他像个牛奶公 你不觉得吗 很像 很像 好的 穿好工艺的话 我们就进入车间来看一下 最先进的5G高端制造技术 同时还可以看到最前沿的5G应用 在我们工业中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真实的一些情况 好 下面我们进入车间吧 来 这边请 这是实验室是吗 这是我们的生产车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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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 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工业革命 其实本质上就是说 怎么来应用先进的技术 核心我们自己的制造系统 让我们的制造的效率更高 它的质量更好 成本更低 这个是造什么的 就是制造我们刚才打电话用的5G的基站 我们现在量率能要多少 接近百分之百了 哇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基本上 关于这个人方面的检测的基本上没有了 我们第一方面靠设备自动跑 第二个靠我们后面的大数据防控的质量 如果异常我们提前会预警 明白 我们接着往下面来参观 你看他在工作 哇 这啥呀 这好酷 哇 机器人 哇 它好大的这个节版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本来的生产线都是串联的模式 对吗 效率就会低一点 对 那我们就创造性的用机器人 做了一个并联的生产线 它就相当于在同时再进行生产 生产效率的话 比传统的模式可以提高20%以上 它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那我们就用5G加机器视觉 来引导这个机器人 这样的话精度的话可以达到10微米 10微米的话在行业上面算怎么样 是精密非常高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密密麻麻的 其实你远观你都看不到 是吗 他在拍照现在是吗 对 他在拍照 对 给他拍照完之后 他随时就会计算他的坐标 他还很智能 他可以发现那边没有料了就会等着 是的 那后续他这个机器人的速度可以更提高吗 可以提高每一个我们叫生产的过程呢 会有一个叫IE的一个工程 就专门算节拍 把每一台设备能力用到最大 我投入生产设备的资源就最少 这一条产线要花多少钱 这都是千万级的投入 这边电脑是在校对它吗 这个电脑的话就上面在自动的检查它的质量 所以这个还算是前端生产环节中的检测部分 对不对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要叫基于5G 这明明视觉跟5G没什么关系 我们为什么要连5G呢 我们边走边说 它有一个大带宽 大带宽就更快 也就是你过去的那个节拍不能打得很快 因为你可能连接的带宽不够 没办法支撑它们共同协作 对 第一个它响应可能会慢一点 第二个它拍的那个照片可能更 不清楚 对 我们要更超轻的 它可能就传不上去了 不能那么快传上去 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还挺酷的 你看这种机器里面都有一个机器 好可爱 原来的机器人里面有很多存储和计算的能力 但现在不需要了 因为每一台都配置到成本很高 就把这个采取的东西实施上传了 判断在上面 我们所谓的叫5G的云化 这一台多少钱 这一台的话 基本上给一辆汽车的价格差不太多 所以其实就小的那种智能车的感觉 智能 它其实就是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 对 好 它要去拿这个 收 稳稳的 而且就正中间 老师 这个速度在未来有机会提升吗 因为我感觉人推好像更快 它好像真的很慢 但它可以24小时工作 我们三班岛不考虑人工成本 肯定比它快很多的 就是如果说这一辆车也要几十万的话 那我不需要那么快 就是一层很多 它一个一个弄可能也没弄完 对 我也觉得是速度 有的时候并不需要 要匹配就可以了 小时候第一次被子豪追到了 我觉得大家都说得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这个车可以速度很快 第一个我们是基于安全的考虑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还要匹配我们的生产的节拍 我们会在中间 求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 我们接着从前面组装 开始看一下我们基站的组装和测试过程 好吗 往那边走 好的 那我们这一条生产线的话 就是我们5G基站的一个组装的一个 一个过程中 我们初步建立了 数字轮升的一个技术 就是把我们的生产线 通过速度化的建模手段 把执行数据实时的反馈到 我们这个数字轮升这个线体里面去 我就可以对它进行生产的一些预测 那计算量大吗 计算量比较大 因为数据处理的比较多 那用的工作站还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都要用5G云化的 Mac的一个服务器 可能比工作站要求还更高一点点 所以本质量是5G和云计算的一个结合 对 因为我们这个有连接 和它的算力是本质一起的连接 这个就是最后的盖子 对 盖上盖子 就把它装好了 这很强 5G加工业互联网创新 所以我们比如说 会用到智慧医疗或者相关的领域吗 也会用到我们智慧医疗行业 所以我们其实应用场景很广 5G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是 接下来的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智能运营中心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个好像电影里面有操控的 有点像那个航空中心 对 很酷 那这里边的话 基本上都是我们最核心的技术人员 开始来很酷 那我也想问大家一下 看了我们这个用5G制造5G这么一个工厂 大家觉得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应该是把这种重复的 然后这些工作留给机器 然后把可能创新的 或者说是偏重于思考研发的工作 留给人类的 把工作留给机器人 把机器人留给人类的 我觉得相辅相成 就是人类让它变得更加快捷 更加方便 然后它也帮助我们工作也变得更加的 更加高效 是 我们人的话 解决的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是 短期来看的话 机器替代掉人的思考 可能还是非常难的 对 人最终复杂的问题 还是需要我们人来解决 理解 如果是否能创新的 季强总发又这样 大家查收一下吧 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的实习期已经接近尾声了 在这段时间里 同学们都表现出了 超强的学习能力 拼搏精神 让我们看到了 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 你们经历了竞争 经历了合作 也收获了一段 可能会延续整个职业生涯的友谊 考核的输赢 固然重要 但最终会让你们走向高光时刻的 一定是合作的力量 所以我决定 把这次分享会的主办权 交给你们自己 也请大家共同讨论 筛选合适的选题 并安排出好的表现形式 相信你们八位 可以发挥所长 互相协作 一起办好这场专题分享会 做到不负时代 不负当下 不负自己 展现出真正闪光的你 期待你们的专题分享会 预祝会议成功 张继强总 写得很好 季强总 你们都没看过 没有看过 他们不知道 看完这个我都有点羡慕他们 真的是 当时季强总发邮件 然后我读的时候就觉得 这季强总发挥了 我觉得季强总的文笔真的不错 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们现在上去讨论一下吧 走吧 看一下形式 所以意思是这次的主办 不管是什么内容形式 都是我们来决定是吧 应该是 我们可以稍微安排一下说 分几个大的板块 然后有几个呈现形式 所以我想我们就先订几个形式以后 然后我们再把内容再加进去 好不好 除了形式 然后 选题 选题 然后分工 就是主要有订几个谁上去写一下 我好想上去写 因为我第一次被淘汰 就是因为我们要上台戏 耿狗于怀 第一次被淘汰是什么 第一轮 第三项线 我来写到这个白板上吧 好 最后还是只有我 拿到的这个笔 留到了最后 我不需要拿笔也是第一名 你先把那几个写上去吧 那么形式 内容 内容就选题 我们把我们六个选题写下来吧 对 医疗 有车联网 然后呢 我们还有那个卫星 卫星 然后呢 娱乐 云计算 还有个监控 先把分工决定了 我们现在寻找的是大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不要讲监控这个 而且监控可能也可以和车联网 什么 医疗都是能结合起来的 对 铃骨 你的卫星你介不介意改成6G 7G更广阔的应用 对 就是我们已经在畅想未来 你是终极畅想 可以就是畅想是吧 对 畅想 畅想未来了 行 反正我不做 什么 你做 你不能不做 你提出来的 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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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你的 你娱乐也可以勾起来 我们改成泛娱乐吧 泛娱乐 泛娱乐 其实云计算讲的很多内容 可以归到车辆和卫星里面 它相当于是技术层面的东西 对 其实哪里都有云计算 来认领一下 大家认领一下 不是 等一下 我们八个人 那是要组合一下吗 还是怎么样 有一个主持人 很尴尬 然后四个人里面有两组 可以是两个人 这样就是六个人 然后再加一个做 就是执行的那些 我想问一下幕后主要是做什么东西呢 幕后就是导演 比如说到时候先去看灯光 看彩排 整个现场都得过一遍 执行的可能还是得上台吧 我觉得肯定不能那个 但是我是觉得做执行那个人 肯定台前的要少一点 要不然他也忙不过来 对 我可以做幕后 我可以做幕后 没关系 你想做幕后是吗 对 每个人说 要么自己想做两个角色好了 那我选两个吧 我可以 主持幕后都可以 你写上去吧 申 S D H 好 你是什么 主持和幕后都可以 没关系 你们挑胜的我也可以 主和幕 主持完全可以两个人了 那我就选主持和幕后 我就选主持和幕后 我们先把我们勾起来的那几个选题 任领走了好不好 谁想讲医疗 先举手 好 这两个想讲医疗 对吧 我想要坐车 我不会讲娱乐 来 车联网 苏俊兴 可以 我就做唱唱吧 范娱乐是谁 那就剩我了 范娱乐太多了 你知道吗 他讲游戏 你讲什么 你讲游戏 他讲什么 对 OK 这次分组明显有进步了 樊江 我们今天把形式和内容都分完了 然后各自分的内容 各自回去想自己怎么样表现形式 好吧 我们后续再沟通 今天就到这里 建强总为什么给他们选了这么一个主题 5G的主题 当时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 以前他们竞合关系更多 而且竞争往往大于合作 所以我们就希望在最后一个环节 给他们更多合作 合作其实是更代表我们日常的工作 对 第二个 就为什么选5G 因为我们进入行业的人 还是有一点情节的 就是你要助力经济 要助力转型 要助力科技的发展 我们所谓的资源配置 究竟表现的 以5G为代表 这是最典型的案例 所以就显得了这么一个环节 你其实期待他们 达成什么样 你就觉得满意了 一个它代表未来 我们还不知道是长成什么样 所以也是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 有一个畅想 能想一想 帮我们也想一想 就精神当实现 而且5G跟我们资本市场 结合度比较好 我们也是希望在这顾目当中 我们如何能找到 我们的业务机会 当然顺便也是助力了它的发展 对 看看他们在下一期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分享 作为导师来讲 你们希望他们要跳槽 也在多长时间之后 我觉得三年为期点 就是我觉得第一份工作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跟这份工作 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连结 如果实在不行 也要积累三年之后 你再去跳槽 因为三年是一个抉择期 如果比如说有创业企业 然后有大公司 那反正我要一份工作 我争取能够做三年的话 您倾向于让他们进哪一种 我觉得如果是第一份工作 说实在的 我真的建议进大平台 就是视野跟那个接触的这个深度 都会不一样 职场新人非常需要掌握一些职场必备的工具 大家跳槽前一定要去起茶茶 去查询一下公司是否优质 快速提升工作效率 查企业上起茶茶 跳槽前也要用起茶茶 对 有没有一些风险 整个职场的经历来讲 他们有过一个统计和调查 是江苏卫视 联合江苏广电研发和运户研究中心做的一个调查 说就是95后有超六成的人 第一份工作的时间是不足一年的 那个心态会是什么 之前给我看一说法 说各个不同代际的人 问他们什么时候会辞职 70后是说什么是辞职 问到80后钱不够就辞职 90后不爽了就辞职 95后领导不听话就辞职 内心非常震惊 非常震惊 我觉得跟不同代际的 从小的家庭环境有一定关系 我感觉7080后一代都有匮乏的童年的经历 匮乏经历对于财富积累 有一种原始的驱动力 但是95后不一样 他们这一代接受的这种互联网生态下的这种教育模式 他们的第一诉求就不是安稳 或者积累财富累积这个 他们是价值感自由 很多校招很多大企业到高校去校招 现在叫Z时代新组织管理学 就是我们的整体的管理结构 是如何的少层级 13级压到6级 然后去中心化 扁平 然后小团队 然后激励机制 归属感等等 跟原来的那种玩法就已经不一样 以我们团队为例吧 偏年轻 但是我觉得80后的员工 他还是对一份工作 他还是有非常强的一个韧性 就哪怕再艰难 他还是愿意做下去 但现在你看到就是 现在的孩子就入职 都是97 98年的 我觉得跟他们更多的是一种 共情力和同理心 首先你要理解 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对 我觉得因为时代其实给到我们了 越来越好的底气 就是我们越来越敢去放弃一些东西了 越来越能够承担很多的东西 所以音乐行业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行业再试一下 还是换一个组合 那 但是我爱我现在的组合没错 所以我就会不想换 但是就是现在其实95后 他可能会更去思考自我满足感是什么样的 自我价值感是什么样的 另外还就是成就感驱动 对 我觉得这个 就是他要觉得自己有价值 就是我在这 我自我实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对 好 那非常感谢导师团队来跟我们今天分享 各位的这个感受 确实光透过屏幕看大家和这种直接的交流 感受还是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充满善意 尤其是对这些 真的对这些实义生们 你要知道刚才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 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都是扑克脸的 就是这个四大天王就在那摆着 然后但是后来到最后一期的时候 其实已经每个人都那种 真的 那种家长的那个表情全部都在 全部都已经在脸上了 闪闪发光的你 精彩稍后继续 闪闪发光的你 精彩继续 上涨乐财富中 乐巴专区观看更多独家内容 那下一期我们还将揭晓三个offer 最后花落谁家 看我们能猜中几个 能不能解锁我们本季节目的第四个offer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 感谢澳家华按摩椅 感谢纯果乐百分百企业查询APP 起茶茶和澳门永利度假村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载励志新闻 更多闪光幕后瞬间等你发现 来新浪新闻客户端 搜索闪闪发光的你 看更多热点资讯 欢迎登陆QQ浏览器 QQ看点 看点快报 搜索节目更多资讯 新华网客户端 引领品质阅读 看闪闪发光的你 手机没电 找街电 精彩生活随时随地 看澎湃新闻 做闪闪发光的你 下载网易名音乐 节目歌曲独听 上运名APP 预约三万职场导师 解决你的求职困惑 关注公众号 逆想生活笔记 分享你的闪光生活 来旅渡卡逆想世界 并解我的挑战 欢迎登陆日期新闻 我苏新闻客户端 大蓝金APP 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 同时可以登陆新浪新闻 金月头条网易新闻 搜索新闻 混凶新闻 一点资讯 扎卡好看视频 全民小视频 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新华网 客户端 新华号的大力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